美国总统川普在发出给金正恩的公开信 并声称取消川经会之后 又在26日晚间对记者表示 我们在讨论6月12日新加坡举行会谈 这一点没有发生改变 这在寒媒看来是 让金正恩上天落地的59小时过山车 紧接着的27日 朝鲜独裁者金正恩京县滨海湾一带 还遭警务人员问话 新加坡联合早报说 那并不是本尊 而是专门模仿金正恩的一名职业模仿演员 报道说 一名为货华德X的这名演员 正巧到新加坡听一场音乐会 他拿着榴莲在滨海艺术中心前 拍照时还遭警方问话 他们问我在干什么 我没多说什么就离开了 他们也没有追究 路透社的照片显示 这位演员扮相逼真 其身材 脸型 都神似金正恩 发型更是在精心达理后 与金正恩别无二指 加上金正恩的典型服饰 晃眼足以乱真 真正的金正恩却与朝鲜日报的描述一样 经历了上天入地的59小时过山车 报道说 24日上午9点40分许 川普向金正恩发去信函通知取消首脑会谈 时隔约59个小时 每朝首脑会谈重新回归正轨 报道续写了期间的时间线 川普信函发出后9个小时 朝鲜以外务省第一副部长金贵宽的名义发表谈话 示弱并表示希望重启会谈 随后 金正恩邀请韩国总统 文在寅举行第二次韩朝首脑会谈 请求帮助 最终川普打出取消会谈的牌撼动局面的效果即刻显现 会谈按原计划推进 主导权也落入了美国的手中 这可以说 川普将金正恩玩弄于鼓中 而中共恐怕懵懂不知所以然 自由亚洲27日报道说 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天举行记者会 介绍了本周六与朝鲜金正恩委员长举行的韩朝首脑会谈 文在寅传达出金正恩愿意促成半岛无核化的坚定意志 另据朝鲜日报报道 27日当天 美朝双方为写商首脑会谈议题而进行的板门点接触 但却是通过与韩国政府无关的独立渠道进行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与朝鲜外务省富相催善机 就美朝首脑会谈议题进行了协商 报道称 考虑到金城是隶属于国务院的韩半岛专家 并且擅长无核化谈判 因此朝鲜也派出了外务省对美 朝和外交事宜的负责人出席 报道还说 美方完全的 可验证的 不可逆的无核化 CVID 与朝鲜所期望的通过阶段性 同步措施实现无核化之间 缩小了多少差距是会谈成败的关键所在 结合到金正恩的真实意图来看 2008年 平壤炸毁一座冷却塔 换取美方4亿美元补偿 而24日封锡里的大宝婆 美国甚至没怎么提及 迎来的反而是川普宣布取消川金会 金正恩服软之后筹备开始紧罗密故进行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26日称 27日白宫先前团队将按原定计划前往新加坡 川普26日也表示 我们所说的现在 在不能告知名称的某个地点 正在为首脑会谈 召开会议 在这一系列变化之后 媒体将目光转向中共 法广今日报道称 金正恩主动出击 中国对特金会影响有限 报道引述分析说 这之前的变化中 北京在背后撑腰 金正恩开始向美方加码 也有分析指 因甚至川普开出的条件太高 金正恩根本不想完全去核 因此在与中国关系大大改善之后 借机抽身 报道还说 金正恩不是一个轻易能被中国操纵的人物 中方借着与美国谈判商贸纠纷之际 搬出金正恩借力大力的愿望是存在的 但指望金正恩牺牲朝鲜利益 为中国服务并不现实 报道还指 金正恩对北京的关系顺水推舟 中国希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掌握话语权 恢复影响力 但金正恩大约并不希望北京对川金会指手画脚 而是着眼于以后 警察